男票入职Amazon,来看看入职礼物有啥吧 大家好,这个是Amazon就是今年 校招给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的一个礼物 I'm on boarding 对,Welcome Kate Welcome Kate 然后还是从印度寄光 大家都知道印度最近发生什么 我都担心这上面会不会有新冠病 好,我已经打过疫苗了 然后它已经进了好久才寄光 然后咱们就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我没有报很大的 希望因为 这个勤俭节约是出了名的 Neadership principle是扣的 就是节俭是抠的 所以也不会有太多东西 好 然后打开之后 还是挺有特色的吧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都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给你说的一句话 Welcome to Amazon Remember it's always day one Share your onboarding images and videos online OK 我们就在做这个 这就是unboxing video 对 这个纸没什么用过 这壳子这块就是破了吗 对,它可能就是经历了颠簸吧 因为它运过来应该是从印度 先运到香港 然后再运到青岛 然后过海关 然后再运到北京 所以还是挺取得的 还有一个比较 红黄的本 红黄的本 里面全都是白的 都是纸 对,还有一个配套的笔 等一下 你这背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背面这个 背面这个感觉应该是固定用的 对 这颜色确实有股咖喱味儿 还有一个这个笔 这个笔我感觉还是很有特色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全是拿纸做的 虽然看起来很廉价 但是 它确实可能就很廉价吧 这年头这做笔 只需要拿个笔芯 在外面拿这个纸壳子缠一下 然后看下来是吧 是 跟这个配套的 我可以就是 用这个环保 而且这前面你看看这个笔帽 这位置节省 直接拿这一个 这就是个桶 然后给它压了一下 就当笔帽了 这可还行 是 相比其他公司确实有点很廉价 而且这个笔上面 我还不可以DIY写字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纸 对 还有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不会也是拿纸做的吧 不会有喝了喝了它就化了 这个我觉得像还有它这个nogo 什么 荞麦呀 或者什么麦子就现在 但这个好轻啊 哦 这又写的写的 你看有几小麦 但是它说 哦 Made in China 哦 哈哈哈哈 它大概就是从外边这流 流一圈又回到中国 怪不得它现在已经这么周车劳顿 原来是因为流浪了一圈 又回到了中国 它就是在中国买的 哦 这个这个还不错 就是 还是有一股 廉价味 有一股咖喱味 但是感觉还是应该比较有特色吧 这个是可以耐高温的吧 应该小麦的这个 应该是 你可以放在这个 可降解的 我可以放在桶里面 然后它就消失了 然后还有一个chart your path on path at Amazon 对Amazon还有一个principle 是说它那个ownership 就是无论是project 还是你自己的这个career path 就是你需要就是有那个主人工的一识片 哦 已经是一个合格的Amazon人了 对 它那个就是 那个还是挺洗脑的 那个家 那些价值观 就是呆久了 就说什么都是这样 对 它里面有一个廉价的 对 应该还不错的口罩 嗯 它上面有个logo吗 哦 对 有个Amazon的logo 这样就是 感觉比我之前用的口罩都稍微高级一点 它可以有这个 怎么这些用都是学校发的好吧 这个伸缩的这个小扣 然后我看一下还有别的吗 没有别的 看他们这底下有没有 底下果然一平如洗 就是一个Amazon特制的一个壳 OK 对对 好确实符合它这一贯的勤简介日 而且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壳的这个破损情况 对确实什么都没有啊 只有 只有一些那个涂鸦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涂鸦上 其实显了很多它这个 呃 principle 比如说 alright and what 对 de-never results 这都是那个16条军规里面 对 就是就是无时无刻 不像你就是洗脑他们的这个价值观 对 所以做总体这个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很廉价吧 不过我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扣门了是吗 本来就没有抱太大期望了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买的鸦袖 好 正常的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戴着口罩 然后倒一杯水 然后拿出笔记本 拿出笔记本 然后就是让大家洗一些东西 有不到味了 对 nice